一個人的家庭,你中公,正中央,如果有打警,你的家裡一定反覆不一。 一個人的家中,正中央有電梯的時候,你的家裡一定無煞煞。 曾經我們一位師兄,他蓋了一棟房子,要我去看。 問題,他就要我去跟他讚嘆,讚嘆咧,就是說... 是五樓,五F,中間呢,正中央就是一支電梯。 平面的是這樣來,平面圖,門從這邊進來很漂亮,正中央,正中央,一支電梯。 這個就是這樣來。 蓋得非常漂亮,身高,身高,後面他可以停好幾部車子。 可以停住,這棟房子蓋起來,在當地裡非常出售,但是他要我去看的時候,我沒有讚良他那蓋。 我說你的房子蓋得很漂亮,你錢也花了很多,恭喜你。 但是這棟房子不能住,聽我一講,就傻了。 我說不能住,為什麼不能住? 因為這棟房子你住了,你會心臟病。 為什麼心臟病? 因為電梯在中宮,電梯在中宮。 在中宮就是勾存,物極勾存。 然後有勾存移境,勾存不能動。 一動,半肩中的事情就造出來,心臟病。 然後胃腸不好,胃腸不好,然後變成胃不好,會心臟,心臟病什麼都來。 他呢,我老師啊,我就怕心臟病。 所以我媽媽也在這裡,她用路,用走的沒有辦法走上去。 所以我安一部電梯,我說安電梯我沒有反對啊,應該正確啊。 你不能安在中央啊。 他說建築書建立我們在中央比較方便。 在中央怎麼方便滑呢? 他就可以呢,四方八達。 可以四方八達,大家都可以進來。 這裡,上面都方便,這裡都方便,這裡都方便。 懂嗎? 所以我說,但是在中宮是勾存,絕對不可以。 怎麼辦? 他媽媽來這裡住了,心臟病就突發。 他也心臟病,全家都胃腸不好。 你看怎麼辦? 怎麼辦? 你拆掉也不行。 我說不要用就好了啦。 很簡單,用爬的。 他一個樓梯在這邊嘛。 樓梯在這裡嘛。 你在這裡爬就好了嗎? 哎呦,老師啊,怎麼辦? 爬嘛,只要身體健康爬沒有關係嘛。 他誤了,哎,對了。 所以電梯全部封掉。 電梯也把它拔掉。 就用走了。 好了。 但是才比較守不住。 守不住人家在哪裡? 就是這個太高。 太高。 太高就氣。 太高就氣散了。 所以一旦氣散了。 好,那當然,事業漸漸不好。 還好,他沒有做生意。 在家裡留一些財產呢, 他可以慢慢的吃還沒有關係。 吃利息還滑得來。 我說你不要投資了啦。 你若是投資的話, 你可能會發生很大的危機。 他到現在來也沒有再投資。 很好都過了啦。 所以啊,我們一個家庭的風水。 中共最怕打井和電梯。 電梯和打井是同樣的道理。 懂嗎? 電梯和打井是同樣的道理。 打井會出一口。 會出一口。 我們一位信徒先生啊。 當時呢,他就一戶。 他是這樣啊。 正中央打一個井。 後來他又針見。 又針見過來了。 一針見過來了, 追一個踢點。 沒有,這個井也剛好正中央。 正中央,就是心臟。 就是心臟。 所以他會傷心臟。 我說,欸,會中風欸。 會失明欸。 他說,老師啊。 我們家裡, 大家眼睛一直的負擔。 一直那個。 我說,就是這個道理。 你心臟那麼有問題。 那麼一定會影響到頭。 然後頭的後面會麻麻的。 因為是正中央, 原來後面的正中央叫懸弩。 好,懸弩就是眼睛。 我們的眼睛故障都是從後面。 懸弩從後面一個開關從這裡。 他問我怎麼辦。 很簡單嘛。 然後把它轟掉嘛。 哎呀,老叔啊。 這轟掉啊。 這轟掉, 我有交花咧。 一個月要多少的, 增加多少的, 這個自來水費啊。 有什麼關係? 命要檢或是自來水費要檢。 沒有自費。 貪便宜。 你給自來水公司多一些高官啊。 高官啊。 也不錯啊。 讓自來水公司多一些收入也不錯啊。 你為什麼要我們自己計較來。 斤斤計較。 所以他就, 好啦。 挖掉。 但是要挖掉。 你要把它蓋掉, 要不要零。 要零呢。 先化壽金。 一千的壽金。 你選擇咧。 好日子。 好時咧。 不沖那個地方。 不沖不沙。 不沖不沙的時間咧。 你在那邊, 你用壽金一千。 稍一稍把壽金灰啦。 把它放進去。 然後, 米。 米咧。 你用一盤的米。 把它放進去。 然後用鹽。 然後鹽。 鹽呢。 把它放進去。 到最後咧。 你在天沙。 天沙。 天滿了。 就好了。 我要他這麼做咧。 天好咧。 好咧。 一段時間又來了咧。 師父啊。 謝謝啊。 我家裡現在總是平安多了。 不然大家不是心臟啦。 眼睛啦。 胃腸。 我家裡想什麼都不對。 踏個爐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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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風水嘛。 我們這方面, 在屋子正東央。 尤其在後面, 就安井。 挖井。 我們也要很小心咧。 這個妙法咧。 我們是要找問題, 來解決問題。 而不是找問題來知道問題。 我們的法文就是這樣。